最近,聚会善胖了的词条频繁被大家拿来搜索,在微博上更是上了热搜。 点进去一看,原来是聚会善出席活动时打棒球的一组照片被网友们曝光了出来。 照片里的聚会善确实是胖了,脸庞明显圆润了不少,浑身洋溢着幸福的光芒, 网友们都戏称她是增了幸福肥。聚会善自己也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确实胖了接近20斤。 在很多人心里,聚会善是一个女神级别的存在。 她出生于1984年的韩国首尔,在艺术领域有相当初初的天赋。 因为长相出众被韩国的网站推剧出来,从而踏入了演艺圈, 接触到了娱乐圈的相关事情,并且开始了自己的演戏生涯。 聚会善最开始被人们熟知,大概是在2009年的《大热的花样男子》里饰演女主角时。 这部电视史上的经典之作,在很多个国家都有过被翻拍的经历。 而韩国版本的该剧,则被最多的人喜爱,其中的女主角聚会善也因此被很多的人记住。 在这部剧里,聚会善美丽又坚韧,和一位未帅气又风格刻意的男生展开了情缘与交往。 聚会善凭借这部剧在娱乐圈里站稳了脚步。 而聚会善不仅仅只在演戏方面表现突出,她更是被韩国民众称作是韩国娱乐圈的才女。 之所以用这个名号来称呼她,不仅因为她本人的气质非常出众, 更是因为聚会善拥有着多项文艺技能,包括绘画、写作、导演等等。 聚会善本人出版过许多小说作品,也同样举办过很多画展,自导自演过电影。 她的作品就算摘下一人这个头衔,用专业的眼光来看,也会让人十分钦佩。 聚会善的发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 其实大家也都有目共睹,大概就是从她和安宰贤的恋情被曝光之后吧。 聚会善在16年3月份被媒体爆料,与安宰贤因为拍戏而走到了一起甜蜜热恋着,消息一出,这两个人都会变成了。